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要對世衛組織山水喉 這個照計都是屬於美國的內政 只不過引起了中國外交部的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 中方對美方宣布暫停資助世衛組織 表示嚴重關切 不知這個又算不算干涉別國內政 別人不撥款關你什麼事? 他又提到 作為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領域最權威 最專業的國際機構 世衛組織在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方面 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當然是不可替代 點到西方國家妥妥令 又作出很多根本是不下乎國際利益的建議 例如不要對中國採取入境管制措施 終於搞到今時今日的局面 他又說到 世衛組織在譚德塞總幹事的帶領之下 積極履行自身的職責 為了推動國際抗疫合作 發揮了中心協調作用 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和高度讚譽 什麼叫中心協調作用? 是不是以中國為中心協調作用? 如果是就對了 還說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 哪個國際? 第一國際還是第三國際? 是不是阿非拉的第三國際? 真的 接著他就說 當前全球疫情形勢嚴峻 正處於關鍵的時刻 美方這個決定將會削弱世衛組織的能力 損害國際抗疫合作 受影響的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 特別是能力脆弱的國家 我們敦促美方 切實地履行自身的職責和義務 支持世衛組織領導國際抗疫的行動 即是叫他科水開一條水喉 奸屍泰國的人 叫你開一條攔瘡缸 即是人家叫湄公河的水壩 你都沒有這麼聽話 最後說到 中方將會一如既往支持世衛組織 為了推動國際公共衛生事業 應對全球抗擊疫情發揮重要作用 老實說 你這些事情是多餘的 既然都說到大國崛起了 美國不交會費就是他弱 每年區區的4至5億美元 中國能夠印出來 所以中國應該填補會費的空缺 實踐大國的義務 既然要為中國塑造救世者的形象 現在就正好填補空缺 四至五億美元 只是二十多億人民幣 怎麼都會硬出來 沒有理由沒有 至於第二件事 既然你覺得譚德塞 由高度讚譽 由國際社會普遍認可 不需要勞動到美國參議員 去致涵譚德塞總幹事 中國可以率先公開 中國和世衛之間的通訊紀錄 到底中國在去年十二月開始 和世衛表達了什麼信息呢 有沒有將湖北省的實況 全程都告訴世衛組織 到底你們有沒有阻撓到 世衛組織的專家進入湖北 進行考察 這一系列的通訊紀錄 很應該和盤拓出 到時就一目了然 大家就能夠很清楚地判別 到底責任誰屬呢 究竟是中國隱瞞 還是世衛組織裡有人獨職 未必是譚德塞總幹事 你稱讚他天上有地下無 可能他蒙在鼓裡 或者有其他人在從中作緊隱瞞 你就拿些證據出來 不用在空口說白話 另外中國是高度評價譚德塞 實情這個評價跟很多西方領導人 有很大的衝突 人家批評到他一文不值 你就捧到他上天 實情你是否在保護自己的政治代理人 是否要確保這位譚德塞總幹事 繼續以中國為中心 繼續偏袒中國的利益 以及繼續要圍著中國 去保駕護航 這些真是不得而知 亦有可自行判斷 好了 接著就要講講另一件事 回到本地的消息 原來今天 何君堯立法會議員和陳百祥阿聰 一起做了一個直播 而且以普通話和粵語相遇廣播 他們首先互粒高帽 陳百祥稱呼何君堯為姚哥正義的議員 真是虧你說出口 何君堯就說了 陳百祥阿聰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我以前比較含羞答答 就沒那麼大膽 但一直以來我偶像阿聰 說話又有力 又敢言 又好看 又有台形 從你身上就學到不少 兩個人在圍爐自撒 好了 接著又說到23條 何君堯出親來就說23條 現在不能擺街站 他就索性上網開直播說 實情支持23條立法 就是何君堯長期以來的選舉工程之一 那些民建聯的建制派 他們都不會出來大聲疾呼支持23條立法 就算連駱惠寧主任都出來說 說要盡快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落功夫 即是說要23條立法 他們都避而不談 為什麼呢? 不是他們的心不想立法 而是因為選舉近了 一說23條肯定就會跌票 那些淺藍都嚇走了 所以不講字 但是去到投票的時候 他們當然會配合舉手 好了 你這個何君堯為什麼不害怕呢? 就是因為你要鞏固那些深藍的票員 所以你當然要大講特講 當然要跳了中字母 他在直播當中說 推動23條立法一直都是他進入立法會的政綱之一 而23條立法就是理所當然的 已經收集了186萬個聯署支持立法 民間的氛圍就達標 而澳門已經訂立了相關的國家安全法例 港府應該也要跟隨 完善這個法制 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 今次就是23條千載難逢的立法機會 而澳門馬上就做應聲蟲了 他說23條立法是大是大非問題 他認為林鄭也希望在任內完成這個立法 他說大部分人都跟他一樣 日日最多都是看娛樂和開玩笑而已 因此需要靠何君堯等等的專業人士來解釋法律條文 我想你真是搞錯了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 什麼都說不知什麼都說不看 連民調查了出來 你都說是質疑他的真實性 現在很多市民都關注時事 自從去年6月開始 日日都看 怎會只看娛樂和開玩笑那麼膚淺 另外何君堯還說到 為何那些年輕人會有攬炒意識 是因為被那些黑梅、立法會議員和教育制度洗腦 我想你這種思維就真是落後了 完全是跟那些年輕人的思維脫節 根本上你都不理解他們那種獨立的思考能力 喂 奸使不是教書先生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 他們都懂得上網去查一下真偽 還有立法會議員在那些年輕人當中 根本上就沒有任何影響力了 別人都出到街頭抗爭了 怎會還聽那些立法會議員說 大家可以看回去年7月1日 立法會大樓門外的下錄影片段 喂 當時不是正正是有一個立法會議員 白頭佬梁耀忠站在那裡 然後被那些年輕的抗爭者 帶他走到一旁 叫他不要左頭左勢 這群立法會議員有什麼影響力可言 還有他講到什麼黑媒 這些年輕抗爭者主要是上網絡討論區 或者Instagram Telegram為主 到底是這些年輕的抗爭者影響了媒體 還是媒體影響了抗爭者 這些事情你就很應該查清查楚 才拿出來直播說 不是說得出就說的 另外有些網民翻查了資料 原來在去年何君堯主辦的撐警大會當中 他就提及過 曾經在WhatsApp那裡邀請許冠傑去現場撐警 只不過被許冠傑回絕 說了一句 沒有空 何君堯就慘吃檸檬 從這件小事就可以反映出 就算許冠傑長期以來沒有就這些事情表態也好 他不是黃絲 但是起碼他都沒有參與到這個撐警集會 起碼就以不得閒作為推堂的藉口 實際許冠傑都退休了 怎會不得閒呢 我又不去判斷他到底背後有什麼原因不去出席了 起碼來說 他可以當作是一個中立的人士 對不對 我就覺得 大家在判斷一些事情的時候 就不應該被自己的好戶影響了 你就不應該喜歡許冠傑 就有一個不當預設 假設許冠傑就是黃絲 或者因為你討厭許冠傑 而假設這個人長期以來 都不就香港的事情發聲 你就已經是藍絲 既然他沒有表態 就是沒有表態 就應該回歸客觀的事實 就不應該亂吹說他是黃絲或藍絲 還有一些網民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發現 就是在許冠傑的歌唱生涯當中 原來是沒有唱過任何一首國語普通話的作品 這個都可以算是一個紀錄了吧 身為粵語流行曲的開山祖師 許冠傑的確是一個living legend 到底有沒有哪些歌星 真的從頭到尾都不買大陸的帳 當然有 有兩個走了 一個叫鄧麗君 一個叫梅艷芳 鄧麗君是愛國歌星 他就是愛中華民國 而且經常去軍營唱歌奴軍 而且他就說明了 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所以他這一生人當中都沒有回大陸演唱 至於梅艷芳自從六四事件表態以後 他也沒有回大陸 這兩個就是走了 有一個在生的 那個就是恩尼 大家可以找回他過去的訪問 他也說過 是不會回大陸進行任何登台或演唱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